大家好,我是Elly 那说到乐府、教方、黎元、太常寺、中古寺等等这些名字呢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 它是古代的音乐机构的名字 那其中尤其是教方或者教方司 这个在很多电影、电视还有小说里面都经常出现 但是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呢 经常都把教方描绘成一个专门容纳罪臣家属的地方 甚至让观众误以为呢教方就是古代的官办妓院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教风是什么样的呢 还有教方和乐府还有黎元等等的区别在哪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 咱们起码得先了解一下中国的音乐史 中国音乐的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时间一样久远 根据记载呢 在上古的三皇五帝时期 福西、女娲和神龙等等就创造了不同的乐器 后来呢皇帝任命灵伦这个人为乐观制定音律 这就是中国音乐史的开端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演艺人员都叫做灵人或者幽灵了 就是因为这位叫做灵伦的乐观 根据汉书记载呢 调和八音的音乐能洗尽人的邪念 让人生出正念 礼记里也写道 先王制定礼乐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奢育 而是要以此教导百姓有正确的耗恶之心 从而重返做人的正路上来 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追求的就是要恢复西州的礼乐制度 来维持社会的和谐 否则礼乐崩坏就会造成社会大乱 当时西州的州公呢 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礼乐制度 其中这个乐包括了奏乐 唱歌以及舞蹈 在州长呢 这些都是由大四乐来管理和培训的 大四乐呢 既是官名 也是这个机构的名称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官方音乐机构 总的来讲呢 在汉代以及之后的所有朝代 祭祀 朝会 宗庙 丧葬等等正式的礼仪呢 都归太常来掌管 而太常下面还有太乐 专门来负责音乐这一块 但是除此之外呢 历朝历代也都设立了一些太常之外的音乐机构 比如秦朝呢 设立了乐府 在汉代呢 汉武帝扩大了乐府的规模 但是乐府和太常的职责是完全不同的 汉代的乐府呢 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 主要是以收集民间的流行诗歌 来编排歌曲为目的的 我们熟悉的很多乐府诗呢 都是由乐府收集之后 传唱保留下来的 那后来呢 乐府被西汉的汉哀帝解散 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呢 宫廷雅乐已经基本丧失了 三国时期的曹操恢复了雅乐 后来他的儿子曹丕建立了官办的音乐机构 清商署 这个机构呢 一直到南北朝时期都在沿用 到了大一统的隋朝 隋扬帝把之前南北朝时期 各国的乐人子弟们呢 都集中到了首都 建立了方来安置他们 归太常管辖 再往后呢 唐高祖在宫中设立了内教坊 这个内教坊呢 最初是在皇宫内 教导宫内女子的地方 隶属太常 有宦官管理 到了唐玄宗时期啊 因为玄宗是个非常喜爱音乐 自己呢 也很有音乐才华的皇帝 所以他极大的推动了音乐领域的发展 不仅增加了宫内的教坊 还在京城内开设了左右教坊 根据教坊记和新唐书的记载呢 玄宗时长安的教坊有至少五处 而且西京呢 右教坊歌唱的好 左教坊舞跳的好 各类乐工和音乐舞蹈表演人员 加起来有11400多人 这时候的教坊呢 也已经独立出来 不归太常管了 太常和教坊有了不同的分工 太常呢 还是掌管祭祀宗庙等等 正规的礼仪和雅乐 而教坊呢 则是一个专门掌管俗乐的机构 也就是皇室艳影庆典时候表演的歌舞百戏 还有杂技等等 与此同时呢 玄宗还另外设立了黎原 亲自任教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呢 唐玄宗很懂音律 他在听证的闲暇时间 亲自挑选了太常的乐工三百人 亲自教导 而且只要有一人吹奏跑掉 他都能立马发现 并且纠正 这些乐工们被安排在宫里的一处黎原 所以他们叫做皇帝弟子 也叫黎原弟子 因为是皇帝直接领导和教习的机构 所以黎原的地位非常高 一直到了后代 很多演艺和戏曲人员呢 都往往还自称是黎原子弟 那搞艺术的家庭呢 也被称为黎原世家等等 在唐代呢 尤其是唐玄宗时期 中国的音乐歌舞发展 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顶峰 同时有太常寺 教方 黎原 太乐鼠 鼓吹鼠等等 多个国家音乐机构并存 再之后到了宋朝 因为北宋的经济繁荣 官方和民间的各类音乐戏曲呢 也越来越丰富 北宋除了太常寺 太乐局和教方 还有大圣府 云韶部 君荣职 鼓吹局 乐营 等十多个官方音乐机构 但是随着北宋灭亡 衣冠难度之后呢 国家为了缩减开支 大幅度的压缩乐观机构 也关闭了教方 到了节日庆典的时候呢 都是临时从民间 征集雇荣一些乐师来演奏的 之后的元代呢 又重新设立了教方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 虽然唐 宋 元 这三个朝代的教方 都叫同一个名字 但是在这漫长的 750年的时间里呢 他的具体职能 还有他的乐功的来源呢 都是经过多次改变的 那在古代 什么样的人会做乐功呢 歌技 舞技们的地位 到底如何呢 这个等一会儿 介绍完了古代音乐史 咱们再回来说说 那接着到了明代 教方改名叫做教方司 看过孟华路的观众们呢 可能都会发现 剧里出现了一块 教方司的牌匾 不过这个故事的设定 是在北宋 而教方司是明代之后 才有的叫法 明代还设立了中古司 全部由宦官组成 掌管上朝的中古 内庭音乐 以及编排各种 宫内娱乐用的杂戏演出等等 相当于唐代一部分内教方的职责 而这个时候的教方司呢 变成了专门主管 宴会大乐的机构 隶属于礼部 加上一项承担祭祀礼的太长寺 所以明代呢 是同时有三大官办礼乐机构的 太长寺 教方司 和中古司 分别负责不同的礼乐需求 清代初期 沿用明治 设立了太长寺和教方司 只是后来呢 教方司改名成为了和生署 而神乐署取代了太长寺的功用 最终呢 太长寺直接归纳到礼部合并了 乾隆年间呢 六部之外增设了一个乐部 统领神乐署和生署和时邦处 这三大音乐机构 那以上这就是一个非常简短 概括的中国古代官方音乐机构史 我们可以看到 从周朝到清朝呢 不管政权怎么变换 历朝历代都试图保留和传承宫廷雅乐 但是到了近代呢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运动 彻底摧毁了所有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人们被禁止一切娱乐形式 包括歌舞音乐 那所有人都只允许传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 那生活在现今社会的年轻人呢 也许还意识不到 这场文化浩劫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不过万幸的是啊 如果你身在国外的话 有这么一个艺术团 他通过歌舞表演的形式在全世界 传播和展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 他叫做神韵艺术团 我是从06年第一次接触的 看完之后简直是大开眼界 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舞蹈 中国的服饰还可以这么美 这么精彩 记得我们刚才看过 汉术里写的纯正和谐的音乐 可以洗净人的邪念 让人生出正念来吗 在这个演出现场 你就能亲而体验到 什么是真正的德音雅乐 而且神韵它每年都是一套全新的节目 每年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你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呢 就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演出 看完之后 你会对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完整全面 而且是立体形象的认识 而且我听说 今年在加州 还有波士顿地区的演出呢 只要是说中文的观众 一百刀以下的票区 都可以拿到30%的优贵票价 这个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折扣 如果要取得这个折扣的话呢 需要打订票热线来买票 那具体的信息 我就放在下面的信息栏了 好那接下来 咱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 古代的官方音乐机构 那他们的乐工们 都是从哪来的呢 他们的地位如何呢 关于乐工的来源问题呢 因为这个历史的时间跨度很长 中间也是一直在发生变化 所以咱们还是得从头开始说 首先呢 根据周礼记载 周朝大四月里的官员和乐士 有定额1463个人 这些乐士们呢 都是大夫或者士族 也就是周天子的亲戚们 都是贵族 大四月以乐武交国子 那国子是谁呢 就是诸侯士族和大夫的孩子们 也是皇亲国戚 因为当时的社会呢 是分封制 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就是要靠这些天子的亲戚们 所以礼乐制度呢 是他们作为社会的领导层 必须要学习 还要遵守的 孔子的儒家思想里呢 也把乐作为君子的六义之一 所以早期的乐呢 是一门非常高雅的 只有贵族才能掌握的艺术 到了汉代呢 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西汉汉武帝时期呢 有一位音乐家叫做李延年 他因为擅长音律歌舞 而受到汉武帝的喜爱 后来他做了一首 北方有家人的歌 推荐自己的妹妹给汉武帝 他的妹妹果然得到了 汉武帝的宠爱 史书里记载呢 李延年的父母兄弟姐妹 和自己呢 都是昌家出身 这个昌自在古代的意思呢 是表演歌舞杂戏的艺人 并不是后代的昌迹 在这个时代呢 存在着不少的乐家 殷家和昌家 他们的特点呢 是全家人喜意 既意在家庭里世代传承 但是这些家庭呢 和他们的社会地位 并不比其他百姓低 比如李延年的妹妹 成了汉武帝的夫人 汉武帝的皇后魏子夫呢 原来也是歌女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 原来是舞女 这个情况到了北魏 又发生了变化 在魏书里 第一次出现了岳户这个词 里面记载 杀了人的强盗 妻子和孩子们配为岳户 没有杀人 赃物不满无匹的强盗 妻子和孩子们 也要配为岳户 在这里呢 配为岳户 已经成为了惩罚的手段 岳户的地位 已经明显低于了普通百姓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 被惩罚的都是强盗的家属 而不是罪臣家属 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惩罚官员 尤其是朝廷命官家属 成为岳户的先例呢 要到很后面才会出现 到了唐朝 唐高祖建立了教方 这时候岳户人们的地位呢 可以从高祖颁布的 一条诏书来看出来 诏书写道 太常任职的岳户人们 是从以前的朝代 就因罪被罚进来的 岳户人的身份 一直在家庭里承袭 也有世家子女 一进来也回不去了 不能和士族通婚 明吉和百姓不同 实在是可怜 朕作为皇帝 想要改变这个现况 在大乐鼓吹演奏的岳户人们 可以恢复百姓的身份 但是掌握音律的岳户人们 因为记忆复杂 不好传授给他人 所以身份不变 已经败官的 还是保留官职 但是从武德元年 也就是唐朝建国第一年之后 加入岳户的 不在这个赦免范围内 这个赵书说明了 岳户世代传承 不能轻易更改 岳户也不能和 士族以上的人通婚 但是岳户在音乐机构里 可以败官 获得品接 岳户在唐代属于杂户 是比良人 也就是普通百姓的身份低 但是比奴婢 不娶身份要高的 除了赵书里提到的 几种岳户的来源 教坊里认知的 还有很多宦官 宫女 以及自愿加入的 平民百姓等等 唐代的《教坊记》 和乐辅杂录两本书里 详细记载了 当时教坊演奏的 320多个曲目 还有舞蹈 戏剧 百戏等等的 排演方式 其中也记载了 教坊里的等级制度 有记忆高超的 家就住在教坊里 领奉禄 有赏赐和各种优待 有平民女子 入选学习乐器的 但是无意不经 只能在大型舞蹈边缘里充数 有洒嫂的妇女 也有男弟子和小童 当然除了教坊 还有备受追捧的 皇帝黎原弟子 总的来讲 唐代的乐户和乐人们 只是户籍受到了限制 但同时 也给他们提供了 安定的生活来源 让他们可以专注于钻研 如何提升自己的 音乐舞蹈才华 北宋的教坊和唐朝 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只是更加的仪式化 演职人员要定期 对才艺进行考核评分 根据结果 调整在教坊里的 排名和职位 那另外说明一点 就是很多人都以为 官妓就是官方妓女 盈妓就是军营的妓女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妓在古代通妓 盈妓的盈不是军营 而是乐营 官妓和盈妓 都是在这些机构里 任职的女乐的别称 都是由国家供养的演艺人员 这些人是受到法律约束 同时也受到法律保护的 比如说从宋代开始 历代都有法律 严令禁止官员 把官妓当作妓女来嫖娼 官员想要从乐方 请乐人来举办宴会 需要提前申请 得到正式的批文 而且这些人不能过夜 和官妓相对应的呢 就是私妓 市警间呢 也有很多卖艺的艺妓 像是宋代的各类 勾兰 瓦瑟 甚至是平康相的妓女们 她们大多呢 也都靠才艺来吸引顾客 这也导致了很多人 都把女艺人等同于妓女 这个情况到了明朝之后呢 变得更为复杂 尤其是靖难之役之后上尉的明成祖朱棣 为了报复支持上一个皇帝 朱允文的大臣们 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们 发配到了教方司 在万历野货编里记载 永乐年间 把靖难之役时 支持建文帝的忠臣们的妻儿 配给相奴 发配到教方司和换衣局 是文皇 也就是朱棣下达的特殊命令 并不在国家律法里面 更不是常规操作 所以说孟华路里的赵胖儿呢 自称本来是官换人家的千金 因为父亲获罪 被发配进了教方 后来被特赦 恢复了良民的身份 这个事儿呢 是不会发生在北宋的 尤其是他的父亲犯的罪 还远远没有达到谋反的级别 如果是谋反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平反 顺带再提一下 在关汉清的原著里啊 并没有写赵胖儿和宋尹章 是在教方工作 原著里只写了宋尹章是歌女 而赵胖儿作为他八拜之交的姐妹 身份应该也是歌迹 另外呢 还有根据三封十千记的记载 明朝也有把前朝 流窜到中国的蒙古子民 收编进入岳户的情况 总之呢 越往后的朝代 岳户的身份地位越低 直到了清朝雍正年间 彻底废除了岳户和良民的差异 消除了岳籍 岳人们才终于恢复了 和普通百姓一样的身份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中国的音乐史 可以明显地看到 古代岳人的地位 并不是一开始就低贱的 从最初的贵族专有的高雅记忆 逐渐逐渐地下滑 演变成了低人一等的职业 但是正是这些乐工家庭们 和世代相传的乐户制度 让雅乐 烟乐和俗乐 在朝代的更替之间 得以保留和传承 而且在中国古代 其实不只是乐户 很多行业的手艺 都是靠家庭来延续的 这是他们在文化和艺术方面 传承的独有方式 那今天讲了这么多呢 希望让大家对中国古代的音乐机构 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和大家介绍一些古代出名的异迹 如果你想看这方面的内容 或者有什么别的想了解的 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今天先说到这儿 咱们下次再见 然后 咱们 在日本